我妈特别不能理解周杰伦为什么这么火 我跟我妈说你一旦听清了她的词 你就会爱上她 周杰伦有一首歌 《青花词》 歌词写得很美 素胚勾勒出青花 笔风浓转淡 平身描绘的牡丹 易如你初妆 里面最著名的那一句会唱吗 天青色等眼雨 而我在等你 是这句吧 一首青花词 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中国色 叫天青色 她这首歌虽然写的是青花词 但是天青色说的根本就不是青花词 而是汝词 话说宋徽宗有一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滂沱大雨刚过 天空就出现了一抹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一个青蓝色 梦醒之后她心情大好 决定要复刻这个颜色 于是她就找来很多的词匠 说你们去烧我梦中的这一抹天空色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要烧出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感觉 当时那些瓷匠一听呢就很无语 一人一个梦 我谁知道你宋徽宗梦里是什么颜色呢 于是呢大家就回去烧 烧了很多种颜色都不满意 只有河南乳洲的工匠 他们就在烧瓷器的优料里面加入了玛瑙 然后呢把这个烧制的温度降低 就烧出了天青色 所以最后烧出来就是乳瓷摆在我面前 你看乳瓷它没有太多的花纹啊 大道之简啊 非常的素雅 通体透亮 它就是把我们中国人 境格当中的含蓄内敛 表现得很好 当时呢在坊间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纵有家财万贯 不抵乳瓷一片 它为什么这么名贵啊 首先第一就是工匠在烧它的时候呢 油料里面加入了玛瑙 所以它本身的材料就比较的珍贵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当时因宋徽宗的恩宠而出名 那当然也就因为靖康之难啊 北宋的灭亡 乳瓷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前后不过二十年 乳瓷从诞生的第一天起 它就只供皇家使用 现在从宋朝流传下来 完整的乳瓷超过一百件 它这个胎体上啊是有自然的裂纹 而且它烧好了之后啊 预冷它还会再进行变化 叫冰裂 所以你看乳瓷一一有皇家背书 它又集素雅 内敛 冰裂 如玉啊 这几个点加起来 所以呢它非常的珍贵 当时方文山在创作青花瓷 就是受了这个启发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天青色 青花瓷这个乳瓷 是不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